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和乔迪一样 充满了疯狂 愤怒 忌妒 和让常人无法理解 瑞恩·波斯顿于1982年12月30日出生于肯塔基州的保米切尔 母亲的名字叫丽莎 父亲叫杰 在瑞恩还小的时候 她的父母就离婚了 母亲再婚 和一个叫彼得卡特的人结了婚 并且又生下了三个女儿 彼得把瑞恩视如己出 而瑞恩也把彼得当成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 长大之后 瑞恩把自己的中间名改为了卡特 所以她的全名叫瑞恩·卡特·波斯顿 虽然已经离婚 但是为了给瑞恩一个稳定健康的成长环境 丽莎和前夫 杰 还是会带着各自的家人一起过周末度假 就是在这么一个友好健康的家庭环境当中 小瑞恩渐渐地长大了 她在童年时期就去过了世界上很多地方 高中时期 卡特一家搬去了菲律宾 然后又去了瑞士 瑞恩在日内瓦的国际高中上学 高中毕业之后 瑞恩跟着家人搬回了肯塔基州 进入了印第安纳大学 主修历史 地理和政治科学 大学毕业之后 她进入了北肯塔基大学的法学院 攻读法学博士 拿到博士学位之后 瑞恩在俄亥俄州的辛辛纳提士 当了一名律师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觉得瑞恩充满了魅力呢 高学历 高颜值 优渥的家境 还有满腔的抱负 瑞恩的朋友回忆 只要瑞恩走进屋内 屋里的女孩都会朝她看过 2009年 瑞恩在一家酒吧里面 遇到了一个叫做 劳伦沃利的女孩 劳伦是瑞恩的师妹 当时还是一名法学生 两人一见钟情 很快就同居了 还收养了两只小狗 朋友们都以为 他们会进入婚姻 但是两年之后 瑞恩和劳伦分手了 分手后不久 瑞恩的表姐说 我有一个朋友很不错 你要不要认识一下呢 瑞恩在脸书上找到了表姐的这位朋友 也就是19岁的夏娜·乌伯斯 瑞恩在她暑假时期拍的一张比基尼照片下 留了言 就这样 瑞恩开始和夏娜有了联系 2011年4月 瑞恩和夏娜第一次约会 当时夏娜刚以全A的成绩毕业 拿到了肯塔基大学的心理学学士学位 除了学业优秀 夏娜还兼职模特 并且是唱诗班的成员 同时也在上表演课 她的卧室里面全是奖章和奖杯 据朋友们回忆 夏娜一直都很要强 事事都想领先于人 而且夏娜每次分手都会歇斯底里 分手对她来说就好像是人生至暗时刻 但很难走出来 瑞恩和夏娜的恋情持续了18个月 而这段恋情从一开始就充斥着嫉妒 频繁的吵架 双方的出轨 以及分分合合 夏娜表现得非常没有安全感 总是问瑞恩的朋友 是自己漂亮 还是瑞恩的前女友劳伦漂亮 当瑞恩和其他女性朋友在一起时 夏娜如果在场的话 就会寸步不离地跟在瑞恩旁边 并且对那些女性朋友十分地冷淡 她如果不在场 便会电话短信轮番轰炸 瑞恩的家人和朋友很快就意识到 夏娜占有欲极强 对瑞恩迷恋成痴 夏娜住在肯塔基州的列克星顿 距离瑞恩的单身公寓大概有80英里 也就是129公里远 只要瑞恩不理她 她就会不打一声招呼地 出现在瑞恩的单身公寓内 或者是她的办公室门口 而且赖着不走 有一个晚上 因为夏娜拒绝离开 瑞恩只好半夜12点半 跑到了自己父亲家过夜 夏娜还黑进了瑞恩的脸书账号 看看瑞恩最近都在和谁聊天 2012年春天 瑞恩她开了一家自己的小律所 为那些没有钱请律师的人提供帮助 瑞恩的工作更加忙了 留给夏娜的时间也更少了 而夏娜看到瑞恩对她越来越敷衍 变得越来越过激了 瑞恩曾经跟朋友说 夏娜是她见过最为疯狂的一个女孩 她开始有点害怕夏娜了 2月份瑞恩跟夏娜提了分手 发短信说 你可以跟别人说是你甩了我 夏娜回复 我爱你亲爱的 比你知道的要多得多 如果瑞恩不再回复 夏娜就会不停的发短信过去 两个人交往了18个月 一共发了5万多条短信 1000多张照片 其实如果是正常的恋情 热恋期频繁发短信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但是瑞恩和夏娜之间的短信 往往是瑞恩发一条 夏娜回复50条 一直到瑞恩回复为止 3月份 瑞恩发短信给夏娜 夏娜不要再给我发短信了 4月份 瑞恩发给夏娜的短信 停止 我对你没有耐心了 虽然瑞恩这么说着 但是她似乎也并没有做好 要和夏娜真正分手的准备 两人没多久 又和好了 因为夏娜呢 她有瑞恩公寓的钥匙 所以经常会突然出现 并且不走 到了8月份 两个人的关系 逐渐的恶化了 瑞恩给夏娜发短信说 你在这样 我要换锁了 夏娜回了100多条短信 一直到9个小时之后 瑞恩才回复 我一条信息都不会看的 不要再给我发了 就这样到了2012年秋天 夏娜21岁 瑞恩29岁 此时的夏娜 正在读心理学的研究生学位 而瑞恩呢 摊上了一门官司 她律搜着前合伙人 和她闹掰了 正起诉她 瑞恩对此深感困扰 夏娜依旧每天给她发 50到100多条短信 如果瑞恩不回复她的话 她就会打电话到律所前台 让前台叫瑞恩来接电话 如果瑞恩不愿意来接 夏娜就会跑到律所来 并且拒绝离开 被起诉的事情 闹得心神不宁 感情上也是一团糟 夏娜不断的发疯一样的 言语和行为 快要把瑞恩给逼疯了 10月4日 瑞恩给朋友发了一条短信说 我真想一把火烧了这个地方 然后离开这个城市 看着它变成灰烬 而就在三天之前 10月1日 瑞恩带着夏娜 去了设计场打靶 当天 夏娜发短信跟朋友说 当我在打靶的时候 我真想转过身去 朝瑞恩开枪 把她给打死 然后假装是个意外 2012年10月11日 夏娜和瑞恩一起来到了瑞恩父母家里面吃晚饭 晚饭过后 还一起看了副总统选举辩论 看完了电视 瑞恩把继父彼得拉到了一边 说他要和夏娜分手 这一次是真的彻底的分手 彼得为儿子一阵高兴 之后 瑞恩和夏娜回到了瑞恩的公寓 瑞恩告诉夏娜 这周末她有别的事了 不能够见夏娜了 而夏娜很沮丧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身边的男人睡得正憨 而夏娜心里的不安和焦虑感越来越强烈 凌晨三点 她打电话给母亲夏伦说 自己感觉不舒服 于是 夏伦她当天晚上就驱车80英里 来到了瑞恩的住所陪女儿 凌晨五点半左右才抵达 第二天一早瑞恩醒来 发现夏伦睡在了客厅 她吓了一大跳 夏娜说自己还是很不舒服 感觉胸口很痛 她让瑞恩送她去急诊室 遭到了瑞恩拒绝后 夏娜和母亲离开了 接下了一整天 夏娜不停地给瑞恩发短信 说自己去了急诊室 做了新电图 被一个专家问诊 还很详细地说了专家给她开了什么药 每天要怎么吃等等 但其实这一天 夏娜她根本就没有去急诊室 而是和母亲逛了一天的街 她一边逛街 一边谷歌搜索了高血压和心脏病的特征 要吃的药等等 这么做 都是为了能够引起瑞恩的同情和注意 但是 面对夏娜的几十条信息 瑞恩一条都没有回复 这时候的她 正在为晚上的新约会 而兴奋着呢 原来 瑞恩前两天在脸书上 认识了一个叫做 奥黛丽·伯尔特的女人 奥黛丽是2012年俄亥俄州小姐 身材高挑 长相迷人 瑞恩已经和她约好了当天晚上 在一家酒吧见面喝上一杯 这周末不跟夏娜见面 也是为了要和奥黛丽约会 当然 瑞恩没有跟夏娜说自己新约会的事 但是 就是在两天之前 夏娜在脸书上关注了奥黛丽 还花了很长时间在网上搜索 关于奥黛丽的信息 所以 尽管后来夏娜否认知道瑞恩的新约会 但是其他人并不相信她 毕竟 她是会经常登陆瑞恩脸书账号的 下班后 瑞恩先回到了住处 约会前 她要精心打扮一下 瑞恩她有枪支携带许可证 她每天去上班呢 都会带着自己的手枪 这一天下班后 她像往常一样 随手把枪放在了餐桌上 晚上八点半左右 夏娜突然出现在了瑞恩的住所 准备 准备911 2012年10月12号晚上8点45分 坎贝尔县警方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电话里的女人说 她为了自卫杀死了男朋友 语气听起来慌张又崩溃 这个女人正是夏娜 而被她打死的正是瑞恩 夏娜说 瑞恩打了她要把她扔出去 在她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时候 瑞恩突然站到了她的跟前 手里拿着枪 夏娜抢过了手枪 朝瑞恩开了枪 夏娜说 她朝瑞恩开了一枪之后 不想看到瑞恩倒在地上那么痛苦 又补了五枪 15分钟之后 警方赶到了现场 只见瑞恩身中树枪 倒在了餐桌下面的地板上 夏娜立马被带到了警察局问话 虽然她一开始就要求有律师 但是接下来 不等警方发问 她就开始说话了 一直说了三个小时 到后面审讯警员都受不了了 只能换班来听她的神神叨叨 和喋喋不休 而这三个小时里 警方没有问一个问题 说起杀害瑞恩的心 细节 她审讯时候说的 又和电话里说的不一样了 电话里她说的是 从瑞恩手里夺过了枪 但是审讯当中的时候 她说 枪呢 是她从餐桌上拿起来的 她还说 瑞恩一直想要龙鼻 她朝瑞恩的鼻子开了枪 给她完成了手术 三个小时的审讯当中 夏娜一直带着哭腔说话 但是警方一离开审讯时 她又立马恢复了正常 甚至还唱歌跳舞 自圆自语地说 是我干的 是我干的 夏娜被指控谋杀 因为交不起500万美元的保释金 所以她一直被关押着 两年半之后 2015年4月13日 对夏娜的审判开庭了 夏娜没有出庭 辩护律师强调 瑞恩因为被起诉的事情 搅得脾气暴躁 她给朋友发的短信 就是证明 这导致她对夏娜暴力相向 夏娜才是受害者 而警方坚持 因为瑞恩要和夏娜分手 夏娜接受不了 才会杀害了她 辩护律师称 那天晚上 夏娜到达瑞恩的住所之后 两人进行了激烈的争吵 但是 瑞恩的邻居却说 12号晚上 并没有听到什么吵架声 邻居说 他们在夏娜到达了几分钟之后 就听到了两声砰砰声 还以为是烟花的声音 几分钟之后 他们又听到了四声砰砰声 而辩方也请来了 瑞恩的一个邻居 邻居说 4月的一个晚上 夏娜跑到了她家里来 说自己被瑞恩赶出来了 夏娜跟邻居抱怨自己 为瑞恩洗衣服 帮她遛狗 给她采购食物 但她还是不愿意 和自己好好在一起 她说 瑞恩对她恶言恶语 脾气阴晴不定 对她要么是冷暴力 要么是大发脾气 还嫌弃她太胖了 让她去抽个支 夏娜还给邻居展示了 自己有淤青的手臂 说是瑞恩打的 但是夏娜的育友出来作证 说夏娜有一次跟她说 她把自己的胳膊弄出了瘀青 然后跑到了瑞恩邻居家哭诉 欲友还说 夏娜跟她说了杀死瑞恩的全部过程 并且打算装精神错乱 申请无罪 但是夏娜又担心自己太聪明了 装不了精神错乱 毕竟她的智商和爱因斯坦一样高 2015年4月23日 陪审团宣判夏娜谋杀罪名成立 入狱40年 入狱8年后可申请假释 2018年8月25日 夏娜重新上诉 并且被批准 因为第一次庭审时候的陪审团当中 有一个人曾经因为孩子抚养问题 而被短暂地关押过 而肯塔基州的法律是 禁止有前科的人当陪审员 两年之后 2018年8月18日 夏娜的第二次审判开庭了 而在开庭的两个月之前 夏娜在监狱里面结婚了 这也解答了她在被审讯时候的一个疑惑 对方是一个叫做理查德的变性人 夏娜说自己的丈夫聪明 是她的灵魂伴侣 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都会在一起的 第二次庭审当中 夏娜出庭为自己辩护 这次变方的重点 还是放在夏娜和瑞恩两人的关系上 夏娜还补充了一些细节 她说自己很难到达高潮 而瑞恩对此十分的恼怒 她说瑞恩喜欢粗暴和变态的性体验 有时候会玩得十分的过火 夏娜想要稳定下来 但是瑞恩还没有玩够 对她并不忠诚 但是检方反击她 你自己也并不忠诚 她说这些人 是有时候会护你 然后再重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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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他 他有我的头发 在十分之后 我甚至没有知道 那是我的老人 或是什么他 我感觉我被删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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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和刺激 然后这些人 我感觉我被删复了 你砸到十分之后 你砸到十分之后 在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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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你的问题 二审当中 夏娜被诊断出来 有边缘性人格障碍 极度自恋又自卑 不能接受拒绝和失败 也很难原谅别人 夏娜说自己小时候被性侵过 留下了后遗症 但是关于性侵没有任何的记录 2018年8月28号 陪审团还是决定夏娜有罪 为了获取轻一些的刑罚 夏娜在法庭上 第一次道歉了 她对着父母和朋友 而对瑞恩的家人 她没有说一个字 她还说自己还想继续成长 但是40年的监禁 不会让她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10月18号 夏娜被判终身监禁 一直到2032年不得假释 事件到这边就讲完了 关于夏娜的最新消息 我在网上查到的是2019年4月 因为夏娜要在监狱里面关的时间太久了 她和她的丈夫离了婚 另外 如果对乔底案还有印象的小伙伴们 应该还记得 乔底也是被诊断出了具有边缘性人格障碍 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突出表现 就是人际关系 情绪 自我意向的不稳定和行为的冲动 他们不能够接受拒绝 面临被抛弃时而做出疯狂的努力 不能和他人建立稳定的关系 一冲动 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有障碍 经常会有一种空虚感 而且想法非常的偏执 这里的每一点 似乎都能够在夏娜身上体现出来 她没有清晰的自我认知 过于依赖瑞恩 在男女关系当中寻找自我的存在感 如果这一段关系结束了 她就会觉得自己也要完了 她认为自己和爱因斯坦有一样的智商 十分的自恋 而冲动鲁莽 每天给瑞恩发一百多条短信 而夏娜这种性格的养成 我不知道和她母亲的教育方式 有没有关系 因为我在查资料的时候 看到了她母亲的一个访谈 就是非常以女儿为自豪 女儿就是她的一切 而且夏娜在杀害了瑞恩以后 第一时间就给母亲打了电话 是母亲让她报警的 这很像是一个被母亲过度保护了的 还没有长大的孩子的表现 而边缘性人格障碍 也是在青少年身上出现的比较多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下次会专门的讲一讲边缘性人格障碍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讨论 最后请大家保持警惕 保持安全 我们下期再见